人氣超豪的營養就即將要公開亮相了 台北市立木架動物園也做好了 因應大批參觀人潮的準備 也提醒您貓熊館的這個熊貓館的動線有更改 而為了要防止大塞車 動物園周邊停車場的費率也將會提高 鼓勵大家要多多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還有北市府所提供的假日免費接駁車 經過六個月的等待 原載終於要和大家見面 預計將吸引大批民眾涌進木炸動物園 為了疏解人潮 原方不但重新規劃貓熊館的動線 民眾要入館也將採預約取票的方式 原源跟一樣在展示場裡面 目前加這樣一個動線的話 大概又增加了30公尺 所以可以參觀到動線的距離就是60公尺 除了園內做更改 園外交通也有變動 北市府將規劃府前停車場 作為替代停車場 並從1月11號起 每逢假日加開一二三路專車 接送民眾往返動物園及北市府 停車的民眾只要出示蓋有動物園章的停車卡 就能享有免費停車6小時的優惠 另外北市府也將提高動物園周邊停車場的費率 河川地停車場及動物園站停車場 假日費率將提高到每小時60元 木渣機場停車場也將從每次120元提高到150元 這個會太貴了 對 畢竟這個動物園是讓這個台北市民來這邊 就是參觀 價格應該低點會比較好 跨年都去跨了 沒擔心啊 北市府表示 假日期間 江市車潮進行車流管制 並鼓勵民眾搭乘交通運輸工具 避免因為塞車誠信而來 卻百姓而歸 UDN TV 蔡宗如 楊仁祥 台北報導